好 那今天比較重要的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每週一 都會跟大家說明 上一週定序的情形 那我們這一週的定序 總共是有本土 171例的定序完成 有發現這個 Omicron 那其中就是有這9例是屬於這個 BA.5的這個個案 那這9例的BA.5的個案 都位於北部 那這個年齡是從10多歲 到60多歲都有 那其中有2期 總共4位是 家庭群聚 各2位 那個1位每一個家庭都是有2位 確診 那經過定序也都確認是BA.5 那都是先因為 這個比較年輕的這個男性確診之後 然後也驗出是BA.5之後 在追 在追蹤他的這個同住家人 然後都有驗到 各 各自都有驗到1位年長的女性 也確診 而且也是驗出來是BA.5 那整齊的這個9例當中 有這個 男性是4位 女性是5位 那他們的發病確診是 大概都在7月底到最近這一週 那目前就是說 已經有匡列20位的這個接觸者 那陸續進行採檢 那如果有採檢出陽性 然後CT值也是比較低的 我們也會再做定序 來確認說是不是有BA.5的情形 所以這後面還有一些後續追蹤 採檢的結果 在未來幾天的記者會 如果有出來 會再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目前BA.5在我們本土的這個占比 大概估計來講 全國的話是5%左右 我們上一週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是說 占2%到3 所以大概這一週有增加 有翻倍的這樣一個情形 不過也 目前還是居於少數 占全國的5% 那如果以北部來看的話 大概是10%左右 所以這個比例看起來還是偏低 不過 他大概在國外的趨勢看起來 會慢慢增加到 逐漸的取代掉 目前主流流行的這個BA.2 那大概在增加的過程中 我們比較會能夠看到說 可能病例書會開始持平 甚至會翻轉 就是說 有這個在從降低 改成上升的一個趨勢 不過目前來講 國際上的觀察 BA.5都還是以輕症為絕大多數 沒有看到說有致重症的比例 有比這個Omicron BA.2有在增加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重症率預估可能跟BA.2 是差不多的 那但是如果病例數有增加 當然這個 住院的人數也會增加 所以在那個未來疫情 如果真的有往上增加 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病例數 還有住院數這部分 看起來就會有一病在上升的 一個趨勢